你只要做幾件事就好 第一個 Manifest這地方做一個設定 因為我忘了把它加進來 剛剛有同學一網馬上就看不到地圖 而且馬上就知道說 直覺發現 Internet應該沒加 所以表示說這位同學 上課有認真 馬上直覺 因為你那個 它是一個連線的地圖 連線地圖就是 你沒有網路的時候就看不到 但是location還會跑 所以以前我在山區裡面 用Google地圖導航的時候 一樣可以導航 可是就是沒有地圖出不來 因為它是連線版的地圖 那當然好像大陸那邊有破解的 它可以把某個區域的地圖 幫你下載 下載到你的手機裡面 那以後就不用連線了 你們可以找找看 之前有同學提供給我 那Google地圖 它有一個導航版 現在那個導航版做得不好 我發現我好像也是一個學生給我的 它那個導航還不錯 它就是可以真的這樣導航 它只是說不會叫你要幾百公尺要左轉右轉 但是它會有聲音吧 好像後來好像有更新成有講話 我也忘記 那導航的效果有講話 對有女生講話 對對對後來有更新的 好像效果還不錯 所以有的時候 我有時候車上的導航 可能有暫時沒辦法walk 或者是導航的路徑不是我要的 那我也會參考一下 因為那個Google地圖 導航很方便 你可以馬上放大縮小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細節 這個部分 還有路況也可以馬上顯示出來 好 那所以第一個 給各位的那個範本 你們從雲端上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把它匯入之後 那我用的SDK是2.33的 那如果說你要去更改成4.x的也OK 然後裡面的話 Manifest先做第一步 先把它怎麼樣 去增加一個Internet 這個有沒有 這個Permission OK 第二步的話呢 請各位打開Assess Assess裡面有個目錄 這個目錄就是TripleW root TripleW 這裡面的話 我只要怎麼樣呢 把剛剛的 剛剛做完的東西 把它直接匯入進來就可以了 直接這個拖拉放進去就可以了 我是放在這裡 這一個 然後呢這裡面的東西 全選 移過來就可以了 Ctrl A一下 然後直接拖拉過來 放到這裡面 Copy過來 特別注意 連那個其他 像JQuery MOBI 這一定要放進來 因為你如果沒有放進來的話 你會發現它不會有 那些效果出不來 因為它的那些效果 CSS跟那些程式 都是透過這裡面的Library 其實它裡面打開來 就是應該是兩三個檔案 就是CSS檔嘛 然後再加兩個 這個JQuery MOBI 跟JQuery的 就是它的韓式庫在這裡 好 那這個地方加進來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直接可以 可以去Run 那裡面的話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大概會有哪一些部分 我有改過的 首先的話 如果本來你們要做全螢幕的話 這樣子會做不出來 就是說你們在那個View裡面 會有留那個白邊的問題 所以後來我就找了一下 國外的那個網站裡面 有提到說 怎麼做修改最簡單 因為方法很多啦 所以呢 後來我就改了一些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說 改了這一行 在那個Manifest裡面 加了一行 它就可以幫我把這個View 變成全螢幕了 這邊的話Manifest裡面 OK 這裡是先來看一下我Layout裡面 Layout裡面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一個WaveView 然後呢 用什麼方式呢 用Relative方式 其實你用哪一種Layout都OK 裡面的話就是放一個WaveView 放進來 這樣就很簡單 那如果將來你們要 把它跟其他的元件整合的話 或許你可以在上面加Button 或加什麼都可以啦 沒有問題的 然後第二個是Manifest檔裡面 就加一個Internet的全線之外 並且在這裡面我加了一行 在Activity 這個Activity底下加這一行 就是Enjoy帽號 Singming 然後At Enjoy帽號Style Singming這個什麼 NoTourbar Dot點有沒有 Fullscreen 就這樣就好了 所以上面沒有Tourbar 也沒有就是全螢幕了 OK這一行還蠻好用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把它整合進來 這樣就完全看不出來 OK第一個 這個地方設定 那其他的話就是匯入進來 其他不用修改了 再來的話就直接執行 執行到你的瀏覽 到你的模擬器 或者你的手機裡面都可以 看到的畫面 應該就會是一模一樣的 我用2.3好了 那基本上 模擬器跑起來一定是不順啦 剛有同學已經拿來跑了 基本上 單核心的來跑一定是 可能會有點KK的 但是雙核以上的都很流暢 甚至你感覺不出來 到底他是用Fullgap來開發的 或者不是 其實甚至感覺不出來 那不過呢 早期如果你是用單核心來做這個 用這個來做 其實是不太OK的 那主要就是因為硬體的關係啦 那我想過 這個東西其實基本上 對我們來說 已經算是很大的改變 那早期硬體不OK的時候 說真的 人家不會考慮用這種技術 為什麼因為太慢了 那現在的話 基本上跑出來的話 這邊就可以看到 那點擊進去的話 比如台北101 那他這個相關的細節 你們用 剛剛有同學 甚至用那個 模擬器來跑 不過要加 好像要加intel那個加速器 才有辦法順 不然的話 就會像這樣子 其實不是當量 是因為真的比較慢 如果你用單核心的 手機來跑 就有可能變這樣 那這樣的話 user應該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在手機上不會這個問題 真的太慢了 好了大概這樣子 那其他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在手機上面踹踹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